欢迎收看本节目,我是主持人圆圆 近日,夏克力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一张与女儿夏天的合照 从图片中可以看出夏克力身穿黑色短袖 戴着墨镜,搂着女儿,父爱满满 11岁的夏天五官精致 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笑起来非常灿烂 她起肩头发披散在肩头,戴着白色的防晒帽 已经长成了大姑娘的模样,给人很积极向上的感觉 而夏天的身高也已经到了爸爸的肩膀处,亭亭玉立 很多网友看到夏天的照片后留言道 夏天越来越漂亮了,成,大姑娘了,时间好快 夏天的个头是不是快要超过妈妈了 夏克力曾带着女儿,参加过综艺节目 爸爸去哪儿,第三季 当时夏天还是一个可爱的小女孩 她的中文虽然讲的不是很好 但她的性格很好,有大姐姐的风范 当时夏天的样貌就很出众 像是洋娃娃一般,她与其他嘉宾的关系相处得也非常好 长大的夏天有了很多的兴趣爱好 登山游泳翻船都有涉及到 而夏天也很有运动天赋 在这几项运动中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还获得了奖项的肯定 同样参加爸爸去哪儿三的刘业儿子 诺依近期也长大了不少 他小时候比较奶萌 现在也成为了爱运动的小小男子汉 吴军儿子康康更是长得很快 母观变化很大 身上多了一些男子汉的气概 他此前还参加了骑车运动 非常积极向上 这几位新二代都成长得很优秀 不知未来他们会不会往娱乐圈发展呢 点赞了吗? 关注了吗? 谢谢